哈喽大家好,我是以练 今天呢想给你们录一个断舍离的主题 是看Fiona的视频,然后有感而发 我觉得看那种就是别人的断舍离觉得很爽 所以说呢我自己也想录一个断舍离 其实我有很多次断舍离 然后呢我都没有录像嘛 所以说这一次我想说进入我的第三阶段断舍离 我已经扔了很多东西了其实 但我觉得家里还是有很多很多不需要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就来新的断舍离 然后顺便给你们一起记录一下 然后这个视频呢我主要想分为几个part吧 首先呢是我的化妆台断舍离 接着呢是我的衣柜牛仔裤断舍离 还有就是一些家里的一些生活物品啊 会分为这几个part 然后跟你们一起来就是做一下断舍离 然后你们如果在看这个视频 你觉得你家里有一些可以断舍离的东西呢 就可以跟我一起这样一边看 然后一边断舍离 好那我们先就从第一步 我后面的这些化妆品开始 刚刚清出来就是我不要的一些化妆品们 就是我其实之前清过N遍了哈 然后我再就是继续清 清了一些这些东西我是不要的 肯定不会要的 因为这些东西我买了也都没怎么用 之前还蛮红的这个人鱼机 就是这是一整瓶真的都没有用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眼影的这个 其实这个蛮漂亮的 但是我就觉得不太实用吧 所以我要把人掉 然后这个眉笔也不好用 然后这些什么眼影盘 这是在国内买的眼影盘 然后还有Huda Beauty 这个买了也从来都不用 还有一个是这个Anastasia 这个文艺复兴盘 这个也是买了从来都不用 然后现在不是有就是疫情期间嘛 我说转闲置 也怕别人就是觉得心里不舒服吧 所以说我就不准备转闲置了 就准备把这些东西通通的扔入我的垃圾桶 也就算是我的断舍离的开始 好有的时候适当断舍离真的是 我觉得比较好 然后这个也白白了您嘞 好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衣柜断舍离 好现在呢我来到了我这个放外套的这个衣柜 然后呢我准备抉择一下哪些东西是我要断舍离的 然后等我选出来以后我现在想一下 然后等我选出来以后呢就给你们看一看哪些东西是我不要要的 这个深色牛仔外套我不会再要 就是买牛仔外套我觉得还是买浅色的会比较时髦比较耐看 这种深色的还是那种老阿姨喜欢穿的吧 我自己认为哈 然后这个我就会把它丢掉 因为我觉得不是很适合我 这个衣柜呢我就差不多处理完了 就有些都是我妈妈的衣服 所以我没有管 然后呢这些衣服呢 就我自己的衣服之前已经断过一遍了 然后现在呢又挑选出了两件不太可能穿的 我会把它处理掉 就是找一个那种捐赠箱给它捐了 这个衣服就是Gas的这个衣服 其实版型还是挺好看的 就是有股臭味你懂吧 就是怎么洗也洗不掉那种牛仔的味道 所以说我不太喜欢了 然后我就准备把它捐掉 还有刚刚跟你们分享的这个牛仔外套 深色的我也不太喜欢了 接下来我还发现了一个意外的区域 就是我放一些平常经常会穿的衣服 然后堆在这边堆成一座小山 我觉得这里面也得清理清理 也有很多不需要的东西 然后我也要清理一下 要不然堆的这个架子都会堆歪的感觉 选了三件衣服是需要丢的 就是需要捐赠的 首先呢一件是H&M这一件 我去年买的这种one piece的衣服 非常的显瘦显身材 但是这个已经开始乞求了 我是不能忍受乞求的衣服的 所以说把它给扔掉 本来想说当睡衣的 但这种特别紧身的睡衣 对身体也不是很好 睡觉的时候 所以给它扔掉 然后还有一件呢 是H&M他们家这一件这种小背心 这个小背心非常的百搭 我也很喜欢 但这个小背心 我当时买的是M size 我觉得有点大 就是我穿的时候 每次都就是 要不然这个绳就掉了 要不然就是下面就掉了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太大了 我买到了新的就是小背心 所以说这个我也会给它扔掉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一件Forever Twenty One 他们家裙子 是我去年买的 想说买菜穿的 然后这件衣服也是非常的丑 然后我也不想在家当睡衣 就纵柴制的 我也不太想在家当睡衣 我觉得穿的也不舒服 所以说呢 这一件我也会给它处理掉 我想来清一下 我的这些包包们 就是有些不需要的包包 我也会给捐赠了 然后给处理掉 例如我现在已经看到我眼前的这一颗 这一颗 就是小CK的这个包 我应该是不会背了 所以说这个包我会给它处理掉 就是你一天断舍离一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就是总比你要搬家的时候 一起断舍离要来的省事 所以说呢 我现在就会稍微处理一下 一些我不要的东西 然后这个包我也不太想要了 这个包蛮漂亮的 其实是我在国内买的 然后这个牌子是那个UR的 是不是很像mewmew 然后这个包怎么说呢 就非常的重你知道吧 就是好看不实用 只能拍照 我也没背出去它拍照过 所以这个包我never背过 所以这个包我也会给它处理掉 好 这些包就是不会处理的了 就是就长得一样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包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梯子里面的一些包 我看有没有要丢的 啊哦 我早到了 我一般丢的都是一些水货的包 就是怎么说呢 也不叫水货吧 就是比较廉价的包 这个包我也会丢掉 去年买的 一个透明的这种ZARA的包包 我再也不会瞎买包了 就是怎么说呢 买就买精品包 这种包你背个一两次拍个照 你就会扔掉的 我觉得还挺不划算的 像这三个包加起来 也可以买一个一千多块钱 两千块钱的小包了 所以说这个我会扔掉 我记得这小CK的包包还不便宜 好像要699人民币吧 然后这个也是要400多人民币 这加起来都一千多了 我就可以买一个小 稍微小小品牌 例如什么 MK的包了 哦 我想起来 还有个包可以扔掉 这个 Coach他们家这个包 我也是肯定不会再背了 这个小书包 这些包其实我也可以留下来 给我表姐 我想想吧 就是还是希望留给有用的人 然后这些包呢 我就会把它给处理掉了 好 这个梯子也稍微都干净明了了 总一句啊 就是我断舍离 就是因为我平常买的比较多 然后这些东西都堆积在家里 然后我现在也就是那种 居无定所的感觉 就是不知道以后在哪里 所以说呢 我会经常断舍离一些东西 比如说如果你已经在某个地方 定居了的话 然后我觉得 你就扔一些平常 你不太用的东西 就不会像我这样 就是把几乎很多东西 就是明明是好好生生的一件衣服 就给捐了呀 或者就给怎么样了 但是我补充一句哈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行为 然后就是觉得家里的东西太多了 之前买的东西太杂乱了 然后我现在买的东西就比较精致了 就比较怎么说呢 比以前精品了吧 就不会随便 比如说看到一个像这样的包 我很喜欢 我就买了 我现在就是很少有这种冲动了 因为我如果真的以后搬家的话 也对于我搬家造成了很多不方便 所以说呢 我一般都会把我不需要的东西捐赠了 或者是给那些像HM啊 ZARA它都有回收二手衣服的地方 如果我解药的话 我就会给我解 如果单纯把它扔掉 还是挺浪费的 所以说呢 我会还是给需要的人吧 这也就是我个人的行为 好 那我们继续断舍离了 好 接下来呢 是这个视频的重头戏 就是出现在我的这个Vlog里面 无数遍的这个鬼衣柜 我看他们我就头疼 我真的是 太多这种琐碎的衣服了 所以说呢 我现在自己先好好收拾一遍 为了节约时间 然后挑几件 就是挑一些我不需要的东西 然后出来跟你们分享 就完事了 因为如果这样一直一件一件给你们录 真的是太啰嗦了 所以说呢 我就挑一下 其实这已经在四月份的时候 断舍离过一遍了 但是他们又被我填满了 所以说继续断舍离 然后这个箱子里面还有一些 就我会把冬天的衣服收到这个箱子里 这个箱子里面还有一堆冬天的衣服 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工程 我得收拾收拾 我准备从内搭开始 就是我有这么多内搭 我准备给它收拾收拾 有些不需要的 或者有些祈求的 我就给它处理掉了 就大家就不要像我这样 买这么多内搭 其实你根本穿不过来 我觉得就是黑白灰 然后粉色 什么紫色彩色的那种 一人一件吧 一人一件不是 一件就可以了 各一件就可以了 不是像我这样 搞这么么多 然后那边还有一堆内搭 我还没拿出来 所以说呢 现在先从内搭开始收拾一下 自己不要的内搭 我选择出来了三件 就是还是有这么多内搭 但是我实在是有点舍不得扔掉 所以说呢 就这三件不太适合我的了 已经准备把它扔掉 然后这个其实特别舒服 这个是优衣裤的 然后它是有这种bra在里面的 但是这件衣服太长了 就我现在还是比较喜欢穿短款的 然后我觉得这两件背心 是不太好看的 不太好搭的 所以说 尤其是它这个扣子 我觉得特难看 然后这件剩下的衣服呢 我会分颜色给它放好 深色跟深色放 浅色跟浅色放 这样的话就比较好找到时候 给你们聊一聊 就是我对衣服的断舍离呢 我的选择呢 就是如果你有超过一年 没有穿的衣服 我觉得你就可以处理掉了 给你亲戚朋友也好 然后捐掉也好 或者是有些衣服 你觉得已经过时了 你也可以处理掉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有些衣服 你买来在你的衣柜里 你从来没有穿过 甚至连吊牌都没有 有可能有些 像我刚刚那个背心 就是我想囤着的衣服 那OK 但如果有些吊牌都没有 然后你也看它 你怎么看得不顺眼 然后你穿上去 你也觉得不太舒服 不太符合你现在的心情了 我觉得你就可以处理掉 然后还有就是 我觉得 就是我给我自己说的吧 就是我真的是一个 很喜欢囤衣服的人 就像我是一个 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 像化妆品 就是每个女生 应该我觉得都这样嘛 很多女生都这样 就是像化妆品哈 就是比如说 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用的 我想买好多个 在囤着 然后我就怕它不生产了 像这种衣服 我也是的 就是我夸张到 衣服居然都是 比如说这种黑色的背心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它同一系列 有白色 有粉色 有黄色 我就想全部给它收下来 因为我觉得 怕以后就遇见不了了 其实这种东西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囤 我现在发现 就是好看的衣服 真的是买不完的 所以我觉得 没有必要囤 你囤着在家里 也长满虫 也就是很占空间 所以说呢 我以后也不会 这样囤衣服了 还有一点 我就觉得像 对于我们这种 在外漂泊的人来说哈 我觉得东西太多 会有一种 把你酸住的感觉 那种感觉 特别不好受 比如说 我如果想去 一个新的地方发展 或者是我想回国 或者怎么样 然后我就觉得 我的东西怎么办 我这么多东西怎么办 就像我有一次 深刻体验 就是我从温莎 搬到多伦多的时候 那个就是我什么都舍不得人 去年那个时候 前年吧 那个时候 我什么都舍不得人 然后我就觉得 我有这么多东西 就把我酸住的感觉 然后我妈来跟我清理东西 我就连一块纸咳 我都不想扔 就是那种你知道吧 然后我妈就帮助我 就是给我疯狂的断舌离 疯狂的捐东西 扔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 这种感觉 其实也是蛮爽的 因为真的不会让你 因为东西 或者是因为一些衣服 因为一些化妆品 而把你酸住 不想走出那种舒适圈 我觉得 我前年有一种这种感觉 因为东西太多 我不想搬家 然后东西太多 我不想就是离开 我就觉得很肤浅 你知道吧 当时的思想 所以说呢 给大家一个想法 就是还是买自己喜欢的 然后少二斤 就像是 如果你真正东西太多的话 真的会把你给圈住的感觉 这种感觉特别不好受 所以说 不要因为东西 而阻碍你以后的发展吧 反正我之前 就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 我什么都舍不得人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 也挺舒服的 我有这么多东西陪着我 然后我也不想去改变自己 然后也不想走出那种舒适圈 所以说 真的是需要一个人 带领你走出那一个舒适圈 我就是我妈 我妈是一个非常 就是爱帮我收拾 然后爱帮我倒腾 爱帮我 就是给我上了一些思想建设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还是挺帮助我的 然后 断舍离也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生活的 一个方式吧 就是不要在家 囤那么多破烂 其实我像我昨天晚上哈 就有自己 就是倒腾了一下 因为我觉得 一直这样录像嘛 也怕时间不够 或者太啰嗦呀怎么样 虽然我还是说很多 很啰嗦 但是我真的是想给大家 就是一点小建议吧 就尤其是在国外留学 或者在国外工作的宝宝们 一点小建议 就是有些纸壳背 真的可以把它扔掉了 就一些相机的纸壳背 就是相机的包装 或者是一些产品的包装 那些壳子 或者是那些奢侈品的袋子 我觉得真的可以扔掉 不需要在家 就是放着 像我昨天 就是我现在用的 这台相机的纸壳背 我是17年买了这台相机 然后我这台相机的那种 纸壳背 你知道吗 怎么说 就那种纸盒 我还留着 我都没有扔掉 所以说我昨天就全部 把它扔掉了 我觉得这种感觉 特别爽 所以我分享给你们 接下来我清理的一个part 就是我这个可怕的箱子 这个可怕的箱子 里面也承扎着 我特别特别多的衣服 然后我四月份的时候 已经清理过一遍了 但我觉得我当时 还是比较舍不得 什么都舍不得 然后我今天呢 跟你们一起 我要来一个再次 二次清洁 看看里面有什么 就是要扔的 这个箱子 当时是扣都扣不上 一个状态 是我整个人坐上去 给它扣上的 因为东西实在太多了 然后现在呢 好 我就来跟你们 一起收拾收拾 看一下这个可怕的箱子 这个箱子真的是 已经超出了 它能复合的这种重量 然后 现在二次啊 看看还有什么 这种破破烂的衣服 为什么当时不扔呀 我觉得ZARA这种毛衣啊 真的说良心话 就是好看 但是它能穿 也都只能穿一个季度 它就变得很破破烂烂 等你再来拿出来穿 你根本就不想穿了 唉 所以我应该会把它丢掉 这个裙子其实还蛮漂亮的 好 不啰嗦了 也不一件一件说了 直接来给它清理 然后放到那边 放到那边的时候 再跟你们说 好 我这个箱子呢 已经清完了 这个小黄色的毛衣 我其实也想忍 因为这个黄色毛衣 我穿它拍过蛮多次照片了 但是这个 是加热铜装哈 但这个是我跟我闺蜜一起买的 所以说还是有一定记忆度在吧 然后这个也穿的特别显肤色 特别显白 所以说我准备再留它穿 一个季度再扔 然后这件Zara 这件铜装 质量还是蛮好的 虽然有一点点乞求 但是因为跟闺蜜一起买的嘛 然后我就有点捨不得扔 好 接下来呢 这些就是我要扔的 这个衣服真的一次都没穿过 这个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想买这种 这种颜色 然后这种颜色 其实也是很显肤色的 但是就是材质不怎么好吧 穿着不怎么舒服 然后还有的是这种样子的裙子 这种裙子就是像我们这种比较 下半身比较粗的人 比较胖的人 没有必要买这种 真脂裙 特别特别显胖 这身裙子还算是比较显瘦的了 但是我也不是很喜欢这种裙子了 就很显胖 不要穿这种 就是这种 这种材质 你懂吧就毛线这种材质的裙子 或者怎么样 对胖的人特别不友好 所以说这种就不要了 然后还有就是 这些东西 我也不要了 就这些毛衣 杂绕的毛衣 我真的非常不懂 它就是 我这其实也就穿过一两次吧 然后这些毛衣就已经没法穿了 所以把它扔掉 还有一件这种像阿拉伯大袍子一样的 优衣裤的这种 阿拉伯大长袍 我就准备给它扔掉了 我觉得 也是只穿了一次 好 以后就是 不能瞎买东西 就是不能瞎买衣服 太浪费国家资源了 好 这些东西就准备捐掉了 好 我这个箱子也清理完成了 耶 好 那衣服怕都清理完成了 都OK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生活物品呀 吃的喝的 还有就是一些冰箱里的东西 好 来一个彻彻底底的断舍离 等下见 拜拜 在想扔他们之前 我还上身穿一下 我的妈呀 这个衣服我当时为什么要买 就是它的版型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都还挺好的 就是刚刚扎上那一件 但是它非常的扎人 你知道吧 就是很扎 这种感觉特别不舒服 不行 这件衣服不能要 就是 就有的时候冬天想买一些黑色的这种搭配嘛 但是 这种你懂吧 好扎人呐 就是无形工作的感觉 这个穿上这个衣服 太扎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这种生活物品的这种part 然后我其实也收拾的差不多了 也比较精简了 但是我还是发现了存余 就是这个东西 它已经肯定是坏了的 所以说给它扔掉 然后 还有这种很多个发 就是这种发圈圈 我觉得也可以稍微把它扔几个了 因为太多 真的很占位置 我就扔一些比较脏的吧 这种 然后给它处理掉了 这种 好 就留两个这种吧 就可以了 好 我很怕这种小样 因为这种小样 我总是无处安放 然后这些 我看看 这个去痘痘的这个东西 真的之前出现在我这个雷瓶吐槽里面 挺贵的 这么小一瓶 七十多块钱 七十多刀呢 没用 一点效果都没有 扔掉 好 然后这一层呢 这些发绳 我也有的要处理掉了 这种 就是你扎的不舒服的 你就可以丢掉了 小sample可以有这 我这个小床头柜呢 是我昨天晚上 就是自己 清了一下的 本来这个小床头柜 之前装了特别多垃圾 就像是那种 receipt啊 或者是一些 不用的那种 gift card啊 或者是一些 商场的会员 会员卡呀 或怎么样 都在这个梯子里 然后呢 我昨天晚上 自己把它清理了一下 就是梯子里 大家还是放整齐一点 然后东西比较好找 然后大家也可以放这种 小包包里面 有些小物件啊 什么可以放在小包包里面 然后我这个下面的梯子 也都收拾的很好了 就是我妈之前 给我买的这个 写毛笔字的这些书 她之前给我买了这么多本 就有这么大一落 然后我现在留了 只有两本了 我就不太想 我有那么多书 就是那么多这个 写的这个东西 也写不完 所以说就留两本 然后其他的 我就给处理掉了 好 接下来呢 我要收理的是 这一些废纸 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些 我不太需要的一些 废物的资料 所以我准备来收拾收拾 这样的话 尽早收拾 尽早轻松 就不用搬家的时候 一口气收拾了 所以我准备来 阅读一下这些废纸 然后看看哪些不需要 我就给它扔掉了 现在我来收拾冰箱 就把这些 带包装纸的 然后全部放在 像这样的 这种小袋子里 会比较干净整洁 然后冰箱的储物空间 也会大一点 所以现在我准备 做这个事情 然后把一些 就是烂了的菜 然后 不太新鲜的菜 赶紧 就是拿在外面一点 就赶紧到时候 把它吃掉 好 等下见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然后也希望大家 跟我一起收拾起来 然后要家里 真正齐齐的 然后比较简单 就是一点 稍微一点点的 极简生活吧 好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